我們今天來台灣和大家分享的idea是 合金法皮層太陽能級的一個晶體系 腦子裡面稍微自動轉化一下 成為晶體系和多晶系 好 那麼我們的簡報分成三個部分 那麼首先有請翠麗同學介紹第一部分 謝謝陳浩 下面也要為大家講述一下我們的創作動機 當今世界經濟在發展 社會在進步 但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呢 工業廢棄物需的大量排放 生活廢棄物的十億丟棄 整個生態環境已經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 我們的地球已經千超百孔了 為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節能減碳應該成為全球共識 而節能減碳最重要的就是要使用清潔能源 在眾多的能源中 太陽能以及空不廣泛 清潔污染的優點受到了大家的青睞 而太陽能電池是太陽能利用的主要方式 用於製作太陽能電池的主要基材是高尊規 傳統的高尊規生產方法 主要是改良西門之法 但是這個方法生產設備複雜 投資大 人耗高 成本也高 再加上在生產過程中 大量的氫氣濾氣容易洩漏爆炸 存在著巨大的安全隱犯 而且每生產一噸的高尊多經費 就會產生15-16噸的氏氏化龜副產品 而這個氏氏化龜是有劇毒的藍鱼回收利用 中間的這個圖就是 洩漏的氏氏化龜造成了周圍草木不死 而右邊的這個圖就是 洩漏的氏氏化龜形成濃霧 污染空氣 這樣的生產方法 帶來的是對環境的污染 以我們使用清潔能源的初衷 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為了實現用清潔的方式 生產清潔能源這個目標 我們團隊開發了一種新型的低成分 安全清潔的多經費生產方法 這個方法是如何實現的呢 下面有吳浩為大家介紹一下 各位評委 各位參賽者的隊伍 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謝翠宇同學剛才精彩的講述 下面有我給大家講解一下技術實現這個部分 剛才翠宇同學有談到一個新的方法 那麼這種新的方法呢 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合金法 那麼首先呢 我們看一下合金法提出這個原理 大家首先會看到這樣的一張圖片 那麼首先我會對這個圖片進行一下解釋 這種圖中黑色的這種鑄狀體呢 我們表示石墨乾鍋 這種紅色的條狀體呢 我們表示加熱體 這種藍色的效能呢 我們表示鮭元素 這種黃色看起來不太開心的連股呢 我們表示鮭中的雜質元素 那麼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工作就是 將這種不開心的因素去除掉 留下我們藍色陽光的效能 首先呢 我們向這種乾鍋中加入這些太陽狀的金屬元素 然後在它們共同加熱到一定的溫度 在這個溫度下呢 鮭跟金屬元素都會融化 在這個過程呢 我們就稱之為共融 在共融的過程中呢 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在共融的過程中呢 就不可避免會形成合金 但是由於 但是由於 我們鼠標 不好意思 但是由於合金的 但是由於合金元素對雜質元素的這種吸附能力呢 比龜元素對雜質元素的吸附能力要強 所以龜項中的雜質元素呢 會不斷地吸附到這種合金項中 不斷地吸附和沉寂到這種合金項中 然後我們將整個的乾鍋 慢慢地拉離這個保溫區 是首先從這個 從這個加熱區出來出來的 所以它的溫度是最低的 並且沿著這個乾鍋的底部 往上呢 這個溫度是越來越高的 由於龜元素在乾鍋所有元素中 它的凝固 凝固或沉寂 那麼這個過程我們叫做定向凝固 那麼半舌的定向凝固的進行 半舌的定向凝固的進行呢 乾鍋下部成績的龜或者凝固的龜 會越來越多 它就會將這種液態的合金呢 不斷地往上趕 趕到乾鍋的這種上部 然後到整個定向凝固完成以後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 就是我們下面所有看到這種情況 就是我們乾鍋的下部成績著或者凝固著 我們所要要求的這種純龜項 我們乾鍋龜塊給我們的金屬呢 在一個乾鍋中供容 供容呢 就會有部分的龜跟部分的金屬 跟金屬形成合金 然後我們再對整個的體系進行一個定向凝固 在這個過程中呢 雜質元素就會從龜項中 不斷地復集到上層的這個合金項中 然後我們再將上層的合金項進行一個切除 從而得到我們所要求的這種6M的規定 這是我們的工藝的設備圖 我們工藝設備圖呢 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加熱部分 這個是為了提供一個好的溫場 第二部分呢就是我們的保溫部分 我們保溫部分呢 主要是為我們的溫場提供一個穩定的溫場 使我們的溫場能夠很穩定 那麼下面一個部分呢就是我們的冷卻循環部分 下一張呢這一張圖片呢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一個實物圖 是我們剛才設的一個實物圖 這是我們實驗室自己設計的 這一張圖片呢是我們根據上面的供應路線和設備 我們得到了一個規定 然後我們將上面的上一層的合金元素切除掉 然後得到按照太陽能電池片的要求 對整個規定進行一個規則的切割 從而得到這樣的一個規定 然後將它製成太陽能電池片 那麼我們得到規定的這個效果 這個提供的效果到底怎麼樣呢 我們也進行了一個測試 這個規中主要的這種獅子雜誌0 會從20個PPMW降低到0.1 銅會從8降低到0.2 所有的金屬元素呢會從1000個PPM降低到0.1 那麼這根據太陽能電池圈的要求進行一個比較 我們發現我們是可以完全滿足這種太陽能電池圈的要求的 那麼我們所做的這個工作呢 也得到了大陸方面的一些認可 獲得了一些相關的專利 好這就是我們所做的 這就是我所做的技術實現這個部分 下面有請我們的隊長 同誠號同學為大家做下面的講述 謝謝 接下來很高興由我為大家介紹我們產品的一個應用價值 那麼我們看這張圖 我們首先回顧一下過去 在過去的 在過去的10年中 太陽電池的產量已經提升了15倍 那麼可以說太陽電池有非常廣闊的市場和未來 那麼太陽呢也將會是未來我們修復一片綠色地球 所具有的一個重要的綠色能源 那麼這張圖是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數據 我們發現海峽兩岸大陸和台灣的業界都對這個現段有了清醒的認識 所以目前兩岸的在關電市場中佔的縫額已經達到了50%以上 可以說 那麼我們分析一下這個產業鏈呢